陈晓和陈妍希的婚姻状况在隐关注 传闻严重 包括陈晓为离婚不惜代价 双方许久为同框等 陈晓和陈妍希的婚变风波已经过了一天 中间多次冲上热搜引发热议 但当时双方全都无视 陈妍希被扒出婚变传出的三天前还带着婚戒 录综艺节目也没有摘掉 被网友拍到了 而陈晓泽被发现早就摘掉了婚戒 此前知名于记爆料陈晓去年12月提出离婚后离家出走 拉黑陈妍希还换了电话 陈妍希想要联系她只能通过第三方 本人还被拍到在外面喝得烂醉也不回家 疑似不想面对婚变 玩冷暴力 随后网友扒出陈晓早就是离家出走的惯犯 早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 自己初中的时候曾多次离家出走 和前任吵架闹分手跑回老家 手机关机 家庭机 一个半月的时间和外界失去 不仅耽误了工作 还顺便和前任断联了 看来冷暴力这一套 陈晓早就嫁轻就熟了 但陈妍希可就惨了 陈妍希曾在一档恋宗上 谈到过恋人之间吵架的问题 她当时就说两个人之间最可怕的不是吵架 而是一方选择无视 冷漠对待 让女方陷入无助 才是真的可怕 在这个恋宗里 陈妍希分享了很多恋爱心得 还曾表示过如果一个男生自己有问题了 还反过来指责女孩子 让女孩子觉得是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就要赶紧跑了 但陈妍希现在却还在给陈晓留面子 这次婚变风波闹这么大 也没有借机出来撇清关系 舆论发酵缺乏有力证据 此事件反映明星婚姻脆弱 舆论双刃剑 性别一体等 其未来未知 却带来诸多思考和歧视 在娱乐圈这个璀璨而又复杂的舞台上 每一段爱情的启程转合 不仅是两个人情感世界的私密记录 更是一场公众视野下的情感剧目 近期 陈晓与陈妍希这对曾经被誉为神仙眷侣的夫妇 因婚变传闻而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不仅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也再次将公众的视线聚焦于明星隐私 与公众知情权的微妙平衡上 陈晓与陈妍希的婚变传闻 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网络空间悄然弥漫 狗仔队的爆料如同一颗炸弹 声称陈晓为了离婚不惜一切代价 这样的言论无疑给这段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 两人长达半年多未曾公开同框 加之陈晓在公共场合未佩戴婚戒 与陈妍希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切细节似乎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某种变化 真相往往深藏于表象之下 未经证实的消息如同物理看花 让人难以捉摸其真实面貌 随着陈晓陈妍希 女方爆料词条登上热搜 陈妍希的形象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损害 这不仅仅是对她个人名誉的冲击 更是对整个事件情感色彩的一次渲染 婚变传闻迅速与汪小飞和大S的高调离婚案 相提并论 让公众开始不自觉地进行对比和联想 舆论的洪流瞬间将这对夫妇推向了更加尴尬的境地 陈晓在机场的痛哭与买醉 以及双方对赵丽颖微博的点赞 这些细枝末节的动作被无限放大 被解读为情感破裂的隐秘信号 编剧于正事时透露的时装剧创作 更是让这股风潮增添了几分戏剧性的猜测 让真相与虚构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 面对沸沸扬扬的舆论 双方工作人员的沉默成为了最响亮的声音 缺乏强有力的证据之称 所有的猜测和传言都像是悬在半空中的风筝 随风摇摆却无法落地 公众的期待如潮水般涌来 渴望当事人的直接回应以澄清事实 避免无端的舆论发酵 进一步伤害到任何人 这一沉默既是保护也是无奈 它折射出在信息爆炸时代 明星维护个人隐私的艰难与挑战 这场婚变风波 不仅仅关乎两个人的情感世界 更是映射出娱乐圈乃至整个社会的某些现实问题 明星的一举一动 在聚光灯下被无限放大 舆论的力量犹如一把双刃剑 既能够揭露真相 也可能造成无望之灾 如何平衡公众的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 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议题 同时 明星婚姻背后所隐藏的性别议题也不容忽视 社会对男性和女性在婚姻中扮演的角色 有着根深蒂固的期待与偏见 这些都在无形中加剧了公众 对于明星私人生活的窥探欲望 在这场情感风波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娱乐圈的残酷与现实 更应该反思婚姻的本质与价值 婚姻作为人生旅途中的一段重要旅程 其维系需要双方的理解 尊重与共同努力 而非仅仅依赖于外界的评价和舆论的导向 同时 这也促使我们思考明星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如何在保持适当距离的同时 构建一种更加健康理性的互动模式 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 真正的幸福并非遥不可及 它需要我们在喧嚣中寻得宁静 在误解中寻求理解 在困境中携手同行 最终 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密码 才是生活给予我们最宝贵的启示 在探讨陈晓与陈妍希的婚变风波之余 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一个更为普遍而深刻的问题 个人的幸福与外界的认知之间 存在着怎样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娱乐圈作为一个高度曝光的环境 明星们的私人生活在很大程度上 成为了公众讨论的话题 这种现象不仅影响着明星本人 也折射出社会对于幸福和成功的普遍定义 幸福 这个看似简单 却又极其复杂的概念 在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不同的定义 对于陈晓和陈妍希而言 他们的幸福或许并不在于 外界眼中的完美婚姻形象 而在于彼此的理解 支持与共同成长 当个人的幸福感 遭遇公众的主观异断 和媒体的过度解读时 真正的幸福感受 往往被外界的噪音所掩盖 这不仅是他们面临的困境 也是现代社会个体 普遍经历的挑战 如何在他人的眼光 与自我实现之间找到平衡 作为公众人物 明星们享受着 美光灯下的荣耀与关注 同时也承担着 比常人更多的社会责任 和道德期待 他们的私人生活 往往被视为 公众娱乐的一部分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失去了 维护个人隐私的权利 陈晓与陈妍希的沉默 或许正是他们 对这种平衡尝试的一种表达 即便这种尝试 在舆论的洪流中 显得脆弱无力 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 人们往往容易迷失于他人的期望 和社会的框架之中 忘记了倾听内心的声音 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陈晓与陈妍希的故事 无论结局如何 都提醒着每一个人 幸福不应由外界定义 而是源于内心的平和 与对生活的热爱 最终 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大众 我们都应学会在爱与理解中前行 陈晓与陈妍希的故事 虽然是娱乐圈的一个缩影 但她所触发的思考 却远远超越了娱乐本身 触及到了人性 爱与幸福的本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